另外阿富汗黄金买卖热落 加上金价又飙涨 电子垃圾回收掏金的工厂 再引发关注 工人徒手拆解这些三些垃圾 从里头找寻高价黄金 一个月大约可以提取 150克黄金来卖 那么工人每个月可以领到 5000多块台币的薪水 但这样的工作 没有戴手套或防护的装备 得处理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 还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语者说随着电子产品 越来越耐用 含金量减少 未来这样的行业将会消失 从废弃3C找黄金 阿富汗边境小镇这间工厂工人 不戴手套防护面罩 使用钳子或赤手 拆解这些电子垃圾 就只为了从中提取黄金 这钱不好赚 这些电子废弃物 含拱签等有害化学物质处理过程 伴随重金属和强酸等污染 大量有毒气体四处飘散 不但伤生还污染环境 这对贫困的阿富汗 缺乏良好的技术设备是误解 老板说这行利润高工厂20名员工 一个月内回收的黄金 每刻可卖超过2500台币 员工月薪约166美元 相当台币5300多块 而在阿富汗黄金 买卖市场热落 这些废弃电视电脑或手机 从香港日本或杜白运来 不过有的工厂甚至拆解十台电视 才提取到一颗黄金 业者指出日本电子产品市占比例正在减少 中国占比却一直增加 且新型电子设备更耐用不含金 因此预测这样的行业将不再增长 终将消失 华新闻继续报道